新装备竹锋是真的太适合鲁班了 看一看这强化普攻扫射的速度吧 这里我没有出电刀也没有出引刃 但仅靠一把竹锋就会让你获得攻速伤害以及暴击率 可以这么说 现在鲁班先做一把竹锋 就等于上个赛季做了一把电刀加无尽 没有夸张这是实话 因为鲁班的被动它是攻速越快 那么打伤害的时间就会越短 相应的输出效率就会越高 而竹锋的被动它是技能命中以后 接下来三次普攻都会获得50%的攻速加成 但是好玩的来了鲁班的一次扫射 虽然打了三次伤害 却只会消耗一层竹锋的被动 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触发一次竹锋 那么鲁班释放三个技能所获取的三个强化普攻 都可以吃到竹锋的加成 更好玩的是鲁班的大它可以反复触发竹锋 而且不管你命中的是野怪英雄还是小兵 只要那一波团你放了个大 那么几乎是全程你都会有竹锋的被动 看到没有三层以后又三层反复刷新了三次 同时鲁班的被动还会受到整百攻击力的加成 而竹锋增加的攻击力刚好是100 这就是完美切合啊 因此我也搭配了一套几乎完美的出装名文 仅供大伙参考一下 那为什么完美呢 你看15级6身以后 额巴攻击力409触发第四档被动 暴击率60% 正好拉满新无尽的被动效果 攻速85.6 加上竹锋50 攻速欲值又卡上了135那个档位 并且生命值将近8000 误抗50% 还有30%的吸血 这种鲁班刺客没法切 因此这就是完美 理论说完咱们实际试一下 这一把是赛季第一天的新奥局 其实按理来说这种状态不应该选鲁班的 但是李乔对面都选了后裔了 那朱老师不选个鲁班都是不尊重他 可是我弯弯没想到啊 我这上路还没怎么兑现呢 队友就已经小刀拿屁股 鼠师是给我看了眼了 这才几分钟啊 1分17秒送了5个头 Holy shit 你就是杀5个挂机的 他也不止这么点时间吧 所以朱老师很好奇啊 这都是什么选手 这一刀 哎呦哎呦 反杀了 极限反杀了 那这还好啊 2分钟1-5 风是腻了点 但也不是不能打 擦1-6了 水晶不炸 问题不大 我们家辅助 他这个眼光看成毒了 一眼就看出了 朱老师我才是翻盘点 所以啊 咱们也是很愉快的 一边被他保护 一边推个小塔 这里后裔还不走 那你就别走了 出生的鲁班总是不怕虎的 当敌方的大将吕布 换上来那一刻 朱老师丝毫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还在这里跟他嬉皮笑脸 所以啊 也是很快 被吕布一刀 拿起来双杀 那问题有没有呢 其实有 但也可以没有 鲁班的成型 仅需要一把电刀加无尽 而现在 一个竹锋能盯点 成型速度直接翻倍 竹锋一出 喂 我 擦 鲁班成型以后 他是为所欲为的 所以成型快 他就等于为所欲为 因此竹锋 他也等于为所欲为 所以朋友们啊 你想为所欲为吗 想 那就赶紧出竹锋啊 就像这一波团 也去附近遭遇赵云 一般的射手 你肯定会跑 但是咱们不一样 咱们利用竹锋 伤害直接拉满 再配合队友 完成了一波极限反杀 好兄弟们 战绩已经变正了 那么接下来 就该我们表演了 竹锋的好处 是可以让你省一个 银刃或者电刀 并且还能使 你的强度保持不变 什么意思呢 就是鲁班 你做竹锋加无尽 他的强度 和你做一把电刀 加两把无尽差不多 听到这里 聪明的燕祖们肯定误了 鲁班这是史诗技加强啊 但话又说回来 竹锋啊 有个小问题 因为一技能弹道比较慢 你要是扔完技能以后 立马普攻了 那么你这发强化普攻 就很可能吃不到竹锋的 攻速加成了 所以你想这里 本来我可以反射两个的 结果嘛 哈哈 这个问题 咱们需要重视 所以啊 咱们的起手连招 最好是先放大 一二技能咱们看情况再放 因为前面说过了 大招啊 他能够一直刷新你的竹锋 并且范围又大 相较于一二技能来说 不容易空 因此 他几乎是一个 稳定刷新的手段 当然了 没大的时候你还是随意 因为就算你的强谱没用上 咱鲁班的普攻用上了也行啊 鲁班的普攻A3次 就是一发强化 从这个角度去看 竹锋也是完美契合鲁班的 最后说一下穿透装备 如果你是做引刃的 那么别犹豫 选碎性锤吧 反正你没做攻速装备 那么除逆风以外 你都要选破晓 不为别的 就会卡攻速一折 今天的玩法 兄弟们 你们学费的吗 还会赢呢 请勿必报我朱老师的名字哦